TF Boys这个曾经席卷全球的少年偶像组合 在解散之后再次引起了广大粉丝的关注 这个以王俊凯、王源、易杨千玺为核心的组合 在2013年成立 曾许下十年之约 要在2023年举办一场盛大的演唱会 如今 这个约定即将实现 但随之而来的 是一系列引发社会热议的问题 天价门票 三人不能同时上台 黄牛包下树上看舞台 这场演唱会的背后 究竟是资本的操控 还是粉丝的热情与期待 一疯狂的门票 演唱会门票被炒到200万一张 这是前所未有的事情 然而 在TF Boys的这场演唱会中 这却成为了现实 许多狂热的粉丝 为了支持自己的偶像 几乎是不计成本的抢购高价门票 而这些门票 大部分落入了黄牛手中 被炒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价格 二三人同台 还是三人不同台 然而 在这场演唱会中 一个令人震惊的事实是 三个人不能同时出现在舞台上 这意味着 粉丝们期待已久的TF Boys 三人同台表演 可能无法实现 这个决定 无疑是给许多粉丝 带来了失望和遗憾 但是 背后的原因 却是资本的力量 在资本的利益下 他们三个是竞争关系 合同里已经明确规定 三个人不能互相碰面 甚至不能在大众面前 提对方的名字 三资本的操控 与情感的牺牲 这场演唱会 虽然在某种程度上是 TF Boys 未了实现十年之约的承诺 但更多的是资本的操控 据黄牛透露 门票是举办方下发给他们的 通过他们的炒作 门票的价格翻上数倍 给举办方带来巨大的收益 另一方面 TF Boys的三位成员 也只不过是未了完成 十年之约的任务罢了 四话得来吗 对于那些愿意花费 几十甚至几百万 购买天价门票的粉丝来说 他们真的能在 这几个小时的演唱会上 得到价值吗 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尽管 TF Boys的十年之约演唱会 充满了争议和资本的操控 但对于许多粉丝来说 这是一次难能可贵的机会 是他们青春回忆的见证 十年前 TF Boys三小只还是小学生 他们用稚嫩的歌声 吸引了一部分粉丝的关注 最开始 他们所属的公司 决定把王俊凯和王源 打造成一个组合 由于二王不擅长舞蹈 就让一阳千玺加入了进来 组成了一个三人男子唱跳组合 取名TF Boys TF Boys组合一经推出 迅速走红大江南北 他们帅气的脸庞 吸引了很多女粉丝 以女学生居多 还有一些妈妈粉 2014年 他们推出的单曲青春修炼手册 传遍大街小巷 几乎所有时候的年轻人 都能哼出这首歌的旋律 2016年 出道仅仅两年的TF Boys 就演唱了由周杰伦作曲的 剩下的剩下 还上了湖南台的王牌综艺 快乐大本营 凭借助团体魅力粉丝数持续上涨 莫过几年 他们纷纷成立了自己的工作室 外界揣测 这个团体是不是要解散 他们只是默默单飞了 易烊千禧刚开始在团里 并不被看好 论颜值 他没有王源和王俊凯好看 论性格 他也比不上他们两个 但是 他的发展 却是目前三个人中最好的 2019年易烊千禧参演了 校园霸凌电影《少年的你》 奠定了他作为青年演员的定位 而王源和易烊千禧 以及王俊凯的道路 截然不同 从小热爱音乐的他 对自己未来的规划十分清晰 经过综合考虑 他选择了伯克利音乐学院 为成为一名优秀的音乐人而奋斗 不过 之前的抽烟事件 给王源的事业 造成了很大的冲击 他被狗仔爆料坐在餐厅里 和有人聚餐 吞云吐物 毫不惬意 其次 王源的粉丝 以青少年居多 青少年正处于人生成长的重要阶段 容易盲目模仿 甚至会形成一些错误的观念 王俊凯作为队长 在综艺和电影上全面发展 但没有特别火出圈 选择了北京电影学院的他 开始拍影视剧和各种综艺 综艺感十足的他 参与了中餐厅 也让粉丝更加了解他 《重生之门》 是王俊凯报的第一部剧 悬疑的题材 加上王俊凯的演技 让他吸粉无数 无数人怒转粉 渐渐喜欢上了这个清爽活泼的大男孩 如今是TS Voice十周年合体 粉丝都很激动 演唱会未卖鲜活 600万人想看放票4000余张 黄牛价已经被炒涨20倍 带抢自称万人团队 已经有TS Voice女孩 花了20万 只为了买一个 10年制约 等到10年制约 三个人就分崩离析 几乎没有平台 能让三个人合体 这次演唱会 据消息透露 合体的舞台 也非常少 粉丝想要抓住这个机会 跳价炒得非常高 也有人愿意买账 王俊凯王源和易阳千玺走到今天 是因为他们三个人 早就走向另一条路 王俊凯是第一个成为李飞的练习生 小小年纪就跟着他四处演出 因为他的坚持 李飞才有了现在 后来王源加入和王俊凯成为朋友 李飞就带着他们去路演 锻炼自己的能力 所以在筛选出道人选时 雅人才能脱颖而出 虽然易阳千玺加入得晚 但跳舞非常厉害 而他们就缺一个舞单 于是三个人组成TF Voice出道 在李飞的运作下 三人一出道 就引起很大的关注 不仅推出的专辑获得关注 也上各大综艺节目 王源易阳千玺 王俊凯三个人的身价 蹭蹭往上涨 再次请三人出席活动 对于节目组来说 是一笔不少的数目 基本上是晚会 才能凑齐三个人 后来只有春晚 才能让三个人合体 再后来 就连央视春晚 也没有办法合体 虽然登上同个舞台 但各自都有节目 这是因为 在王俊凯王源 和易阳千玺成名之后 就开始为自己的未来 开始规划 组合已经不重要了 当初他们三个人组合出道 就想靠住组合能早点红 最后还是要考虑自己的发展 还有一个原因是 请三个人太贵 节目组 或者是品牌方付不起这个钱 又想利用他们的热度 就会考虑一个人 这就导致三个人 存在竞争的关系 让三个人再出道第六年 就分崩离析 就连提都不能提 对方以下的处境 王俊凯是TFBOYS的队长 但未来不想只做歌手 为了更好的发展 决定走演员的道路 高中毕业后 他就选择进去 北京电影学院学习 在之前也演过戏 但毕竟不是专业的 接受过专业指导 进步是非常大 王俊凯一边学习表演 一边出自己的单曲 或者上综艺节目 来保持自己的热度 王俊凯性格非常有意思 在节目中的表现非常圈粉 算是三个人当中热度比较不错 并且是个子最高的 王俊凯的时尚资源也非常不错 代言不少产品 其中是有不少奢侈品 王俊凯的晚会表演也非常精彩 只可惜不能演唱自己的歌曲 因为他的音乐都是在李飞手里 想要通过他才能唱 自从三个人分崩离析 李飞虽然是老板也管不住他们 他们都已经有自己的个人团队 等到王俊凯合约到期 很多事情都能做主 但在表演发展上 王俊凯是能自己做主 他很想在表演上做出成绩 但王俊凯不想走偶像路线 学习表演是想走实力派 可是递给他的本子 大部分都是偶像剧 那些实力的剧本根本轮不到他 王俊凯只能自己争取 这才拿到不错的剧本 还与张艺合作 但王俊凯在表演上 还是总差那么一丢丢 虽然演戏的戏不错 但就是不火 也就知道粉丝夸赞他 他还想要进入电影圈 为拍电影付出了很多 可以不顾形象 却还是没有好成绩 票房一般 王俊凯这么努力 是想要超越易阳千玺 虽然他在娱乐圈期的比较晚 但是资源很好 是三个人当中发展最好的 易阳千玺早就用自己的能力 甩开王俊凯王源好几条街 易阳千玺也是学习表演这条路 没有和王俊凯一个学校 而是考上中央戏剧学院 来提升自己的表演能力 易阳千玺从小就被母亲管教 深知自己什么时间段做什么 当初母亲让他组合出道 就当一块跳板 现在已经成功 就开始考虑下一步 易阳千玺选择演戏 也是想要实力派演员路线 并且想要在电影圈发展 根本看不上电视圈 易阳千玺也演电视剧 也依然是荡桥班 需要用部作品证明自己的实力 而他也非常爱惜羽毛 十分挑剧本 第一次主演是和雷佳音合作 长安十二时辰赢得一大批关注 也让市场看到他的能力 有能力就能接触电影圈 在电影圈发展 易阳千玺也很注重本子的品质 以及合作的演员 精心挑选确定少年的你 并且是和周冬宇合作 周冬宇是影后 易阳千玺能和他合作是很荣幸 在俩人配合下 这部电影取得不错的成绩 也让他在电影圈名声大噪 不仅如此 易阳千玺还搭上 张艺谋导演和陈凯歌导演 和他们合作票房蹭蹭往上涨 00后第一个破百亿票房的演员 画剧院的事情 给他的口碑造成很大的影响 很多人都觉得他动用关系进去 因为考试当天他在剧组拍摄 这件事情闹得非常大 易阳千玺不得不出来回应 只是说放弃这个职位 可是有些口碑是挽救不回应 但不影响易阳千玺的电影资源 依然有好剧本都愿意和他合作 在他们三个人当中 发展一般的是王源 王源没有和他们一样走表演路线 当年王源高考时 大家都还在猜测 他到底会跟哪位队友是同学 莫想到他莫选择国内 而是选择国外的学校 考上伯克利音乐学院 王源还是想以唱歌为主 所以出国进修自己的音乐 这意味着在娱乐圈消失很长一段时间 他也舍不得粉丝还举办了一场演唱会 但莫多久就疫情 王源回国上网课 娱乐圈的工作也逐渐恢复 但舞台非常少 王源只能参加一些综艺节目 热度不是很高 也没有火的 王源不能一直这样下去 于是也尝试演戏 但毕竟不是专业的 和任敏合作的追光的日子大结局 也没有擦出水花 更别说王源在电影圈了 是一点地位都没有 三个人早就走向不同的道路 这次十周年演唱会结束 他们三个人就彻彻底底成为陌生人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欢迎订阅 您会订阅